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怎么看这事 因为已经进入维稳程序了 所以现在它就不再有真相 只有宣传定调了 按照新发社那个说法呢 是说三个学生家长在3月12号的晚上 潜入到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小学部食堂 伪造了那个食物煤烂的现场 他们是为了扩大事态影响 好像是要要挟学校什么的 但是这个事件确实有很多疑点 因为有网友指出 在3月12号当局指称这几个家长 潜入食堂的那个时间呢 应该是已经这个学校的食堂被政府接管了 所以一种比较大的可能呢 就是他们先控制了这几个家长 然后这几个家长呢 就要求他们重新去演一遍 然后把那个监视器的时间重新设定一下 对于掌握了所有权力 这个政府部门来讲的话 他要自导自演这么一出 而且强迫那几个当事人配合是很容易的 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是不是有可能真的这几个学生家长 有夸大事实的嫌疑啊 因为在中国呢有这种情况 因为在长期的党文化这个环境之下呢 很多人也是觉得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采取夸大呀 可以采取这个伪造事实啊 采取一些这种不择手段的方法啊 好像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呢因为现在不可能再有媒体和任何独立的社会力量 介入调查 任何与当局宣布不一样的消息也会被封杀 他只准有这一个结论存在 所以真相是什么 那我想现在对大家都是迷了 所以评价这个事情呢 我现在只能说感叹这个摄像头确实很给力 这个摄像头像王林青在最高法院 他那个卷宗丢失两个摄像头说坏就坏 而在这个家长给学校食堂投毒这个事情上 你看那摄像头他就是一点都不出故障 他干拍下来的都拍下来了 那我们只能是说这个摄像头确实在中国 他特别有这个政治觉悟 什么该拍什么不该拍他非常清楚 确实这个结果出来 我想有一些良知和思考能力的人都会不服气的 因为他确实是和王林青那个案子的处理方式高度雷同 现在这个处理这一类案件的一个标准模式 似乎就是举报者就是作案者 同时呢这个举报者也是造谣者 反正就是谁把这个事情调起来的 造成了社会影响就一股脑的 就全把责任推到他头上让他来担 那像你刚才所说的这种 不管是这个林青盗卷呢 还是这种家长偷毒 这种所谓的这种处理或者维稳方式呢 显然很愚蠢了 因为引起广泛的质疑 那他政府没有更明智的 或者是更巧妙的一些方法 明智的方法就是还社会一个真相了 我记得儒家经典论语当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啊 就叫挨公问政 就是鲁挨公去问孔子 叫如何则民服 就是我要怎么做 老百姓对于这些矛盾问题的处理 他才会服气 其实刚好呢 现在也有一句流行语 就是他不问你信不信 先问你服不服 那就是怎么样老百姓才会服气呢 孔子的回答是 以直错诸网则民服 以网错诸直则民不服 就是说一个东西弯了 你要以直的东西为标准 把弯的东西给掰直 那别人就服 可是呢 你要以弯的东西作为尺子 把直的东西也掰弯 那老百姓就不服 那怎么叫做以直错诸网呢 就是说要以真相为标准 从事实真相出发 去衡量这个事件当中 各个当事人的责任 再根据他们的责任 做出切合实际的处理处置 这个时候 那社会意见就自然平复了 但是现在呢 中共的做法是完全不顾及真相 当然在历史上某些黑暗的时期呢 也存在着司法腐败 但是像这种完全不从真相出发 去说服民众 完全不以达成公正来平复矛盾 发展到这一步的 这么严重的 我们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说 咱们这一代人呢 也算是攻逢 其实就是看见一个千年难遇的一个景象 像林青道卷 家长投毒 都算我们这个时代的拍案惊奇啊 就是历史翻过这一页以后 后人来看的 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故事 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局这么做呢 已经说明他对所谓维稳的要求是铁板一块 不能够留任何缝隙 哪怕呢 你这个依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啊 去追查真相啊 哪怕在一个很有限的程度上 认可了这个群众的维权是合理的 对于当局来讲 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因为在中国这种无关不贪 深度腐败的一个社会呢 像这类事件其实太多了 有的呢是没有被曝光出来 有的刚被曝光出来就被压下去 如果成都其中家长维权的事件成功了 其实呢 早几年就不断的有这样的消息 说学校给小孩吃那个煤烂食品什么的 如果这次维权成功的话 那等于是鼓励 有类似经历的这个民众啊 都走同样的道路 那对中共来讲的话 那可能一大批官员都要下课 那他的基层政权就有瘫痪的风险 因此呢 他对这种事情就是严防死守 他干脆一点空间都不给你留 不管这事真的假的 他都当成造谣来处理 对他们来讲的话呢 像成都家长这种维权事件啊 给他们的印象 不是说他感到很愤怒 他确实愤怒 但是他不是对制造毒食品的这伙人愤怒 他是对举报这个问题的家长很愤怒 觉得你们是在闹事 影响了他的仕途 所以他要第一时间压下去 所以像这种事情啊 已经变成了 似乎成了一种标准化的处理模式 表示这个政府管理社会的一些基本责任 已经完全丧失了 最近有个新名词啊 叫金融供给策改革 大概是说这个几年前开始 这个习近平就试图学习里根的一些经验 对吧 就进行一些金融方面的改革了 但是你觉得有些方面 我们知道他是学不像的 就是学不了也学不像的 你觉得这个他会学的成功吗 金融供给策改革 他所指的意思大概是说 比较精准的给那些需要扶植的企业 以融资扶植啊 至于说其他一些行业已经占用了大量资金的 或者说效益不好的 那就不去扶植他 逐渐的把这个债务的杠杆降下去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吧 实际上按照里根的供给策改革 他的金融部分呢 都是要增加这个金融系统的活力 减少这个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 实际上这个两者的意思差的很多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英国这些国家搞的供给策改革呢 当然他的意思是指这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的两大套系统 一个是生产供给系统 一个是消费系统 他主要是在供给这方面做文章 来让整个社会的那个经济活力再度焕发出来 就包括给企业大规模减税啊 然后减少对这个企业的监管和干预啊 然后呢增加竞争者 然后打破垄断呢 是这样一些措施 某些方面中共可以尝试学一下 像给企业减税 但实际上现在中国给企业减税 另一方面又挤压过去企业避税的灰色空间 所以去年说减税实际上收上来的税还增加了 所以这事也是一个挺搞怪的现象 还有像扶植一些新兴行业这些事情可以做 但是有些方面他很难学的 像比如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 这对西方政府来说呢 他是必须得这么做的 因为你要减税财政收入就减少 你社会福利还那么高的话 政府财政就会破产 但是对中国来讲呢 社会基本福利养老医疗和教育 这几部分是不能砍的 现在投入是严重不足的 已经投入的部分分配还严重不平均 就是严重不合理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 那很多实际上是跟权力靠得近的人 他在享受福利 这就成了负福利了 就是他没有增加社会的公平 反而拉大了这个社会的不公平 所以福利这一块 他是学不了西方砍福利 那个福利还要在基本福利 人民群众应该享受的 还应该往上加 再有一点他学不了的是 里根的供给侧改革 是在市场这头做加法 政府那头做减法 政府要减少干预 要减少监管 所谓减少监管 是因为当时的那些大企业 他游说能力很强 他能够影响政府 去形成一些对他们有利的行业规范 所以里根是要把这些东西往下减 把门槛降低 让更多的竞争者加入 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中国还不是这个情况 在中国还不是说你这个监管的规则 是让大企业受益 小企业受益的问题 还不是这个问题 是内线人受益 圈外人受害的问题 是这么个问题 就是说在中国的基础法律环境不健全 而且是有一些有权利的人 他故意让这个法律环境变得有缺陷 他好内外勾结 官商勾结 从中余利 所以这一点对中国来讲 起步是要完善基础的法律环境 而且执法要透明 是这个问题 再有一个他很难学这个供给侧改革的 就是英美是要减少垄断的 对于里根来讲的话 他就是放松监管 让更多的竞争者加入市场 对于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搞的类似改革来讲 就是要把国有企业私有化 那这个事情中共也是做不了的 那你觉得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 如何引进这种竞争机制 做到真正的市场竞争呢 现在对中国来讲最急迫的呢 是要让无所不在的那些权力 退出经济领域 至少要开始这个步骤 把他们往处排挤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在中国 从中央到基层 从全国到地方 那些真正能够盈利的行业 都是被跟权力挂钩的那些人 所占据的 那对于民间的经济 它的夹缝是很小的 空间是很小的 举个例子说 像在山西 有人告诉我说 在当地要开个矿挖煤 他要给当地的这个主管官员 地方的一把手上供 通常呢 就是要给这个官员 一成的干股 就是他什么也不用干 也不用出钱 让他占一成的股份 他既然官员得了这个好处 他相当于已经是 这个企业的所有者了嘛 然后他当然就要保护 这个企业的利益 那任何人跟他竞争就不可能了 他就想方设法 把竞争者排挤出去 三天两头的查税啊 检查你的生产安全啊 总之就是把你挤出这个市场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竞争了 就是这一类官商勾结 排斥竞争的现象 在中国非常普遍 这种现象呢 是涉及到各行各业的 还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 关系国际民生 那几大支柱产业 什么电信交通能源金融啊 就是在各行各业都很普遍 所以说对中国来讲 最紧迫的呢 是要从这个社会的毛细血管 这个阶层啊 就要开始清查 就要把这种官商勾结的势力 逐步往外排挤 所以对中国来讲 如何做到真正的市场竞争 它的第一步啊 其实反而是官员财产公开 这种事情 就是要让整个权力体系透明 让它照进去一点光 得从这一步开始 所以我们说的这些呢 归关到底 还是归到这种体制 所以只要中共这种体制不变 那么政府所宣称的 所谓岁月静好 恐怕都是假象 好 谢谢文章 谢谢严真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 大陆新闻节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